那來讓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著色的問題 首先你這個著色問題它會怎麼樣去討論呢 看一下例題 他說用不同的顏色塗空白的區域 每區只能塗一種顏色 顏色可以重複使用 但是相鄰不同色有多少種塗法 那我從這個簡單的例子開始看 基本上來說呢 以這個臉來看的話 對於一個著色問題來說 我例如說三色 R,G跟B,Red,Green and Blue 可以嗎?圖,然後同色 不相連 好 那你去思考一下 這個 如果我們在塗色的時候 如果我們在塗色的時候 你在選擇時 你要塗三種顏色到這個頭上去 那對於這個頭來說 那對於這個頭來說 你要從哪裡開始塗去? 你想喔 如果你從眼睛開始塗 有三個選擇 這眼睛也有三個選擇 那這個嘴巴會有九個選擇 是不是有三個選擇 可是這樣會有問題 例如說 如果他們兩個選紅色、綠色跟藍色 就有臉有沒有顏色可以塗 就是每一臉見人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我們去想喔 你在塗色的時候 第一個原則 影響最多的要先塗 那誰影響最多 是不是臉? 因為臉會接到三塊 對不對? 它有最多的相似者 所以這個臉應該是我們塗色老大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臉在塗的時候 是有三個選擇 對,假設用紅色 那這時候 眼睛要躲開幾種顏色 是不是要躲開這個紅色 剩下兩種選擇 那這個眼睛只要躲開這個紅色 也有剩下兩個選擇 那這嘴巴也是躲開 會剩下兩種選擇 所以就變成三乘以二乘以二乘以二 關鍵是躲開已經用過的顏色喔 你要躲 用過的顏色 可以嗎? 你要躲開用過的顏色喔 好 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喔 第一個 接觸面多仙圖 第二個不要跳著圖 當然不要跳著圖啊 為什麼? 例如說你看喔 這裡假設有一樣是三色 同色不相淋 你跳著圖 這裡有三個選擇 這裡有三個選擇 會有什麼現象? 如果這兩個都是紅色 那它是要躲兩種顏色 一個紅色一個藍色 是不是只要躲一種顏色就好 是 如果兩個都是紅色 是要躲一種顏色就好 有兩個選擇 那如果一個紅色一個藍色 是要躲一種選擇 所以這時候如果跳著圖 很容易就會造成 這個討論顏色變得很複雜 可以嗎? 好 那再來 沒相接的話 可能要討論同一色 就像我剛剛說的 如果真的必須要 這個不相接的中間去決定顏色的時候 要討論左右邊是同色還異色 我舉個例子在這裡 例如說圖形有超過四個的一環 像這樣子 可以嗎? 那這裡是紅色 這裡是藍色 那如果這兩個同色 這裡是 就會有兩個選擇 對不對? 那如果這兩個異色呢 這兩個異色呢 這時候 這塊是不是要躲開兩種顏色 就要剩下一個選擇 對不對? 通常我們再看一圈 如果只有三個塊面組成了一圈 這時候就不用討論同一色 可是如果這一圈 超過四塊的顏色要討論的話 就必須要討論同一色 就要討論同一色 就要討論同一色 可以嗎? 好 那我回到這裡 你看 立一的話 請問你這個臉 需要討論同一色 每一圈 就只有三個組成一塊 三個組成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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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不用討論同一色的 我們就直接圖 那我們剛剛說過了 如果用五種顏色塗的話 是不是要從最多的影響的人塗起 那誰最多呢? 你都可以喔 那我會用這個右臉 右臉跟左臉相接 跟嘴巴跟下巴跟眼睛耳朵相接 夠多了 所以來囉 這裡如果是五種顏色 假設是紅色 那這個眼睛是只要躲開一種顏色 只好有四個選擇 那這個 另一邊的臉呢 是也有四個選擇 那你注意好 這個眼睛 是不是只要躲開臉的顏色 所以它有四個選擇 扣一種就好了 好 那來 對於這個下巴 對於嘴巴而言 這兩個顏色都塗過了 是不是要躲開兩個顏色 躲開這兩個顏色 假設這是紅色 這藍色 那下巴是要躲開紅藍色 所以只剩三個選擇 那這三塊都選好的話 最下面的這一塊 是不是跟這三塊都相鄰 這三塊都顏色相異 所以躲開來以後 它只剩下兩個選擇 那幼兒呢 幼兒跟相鄰兩塊著色以後呢 是不是只要躲開兩種顏色 所以剩下三個選擇 另一面也是三個選擇 所以變成5乘4的三方 乘3的三方再乘2 這就是我們的答案 這樣可以齁